三三三原則 第一個三是什麼 我忘記了 你有名字很擁有嗎 室溫缺水 對 然後糧食這樣子 好料的都在這裡 不過你今天不是要去爬山嗎 你不是要帶學生去爬山 對耶 為什麼 你學生是怎樣 來… 順風雨滑 我剛迷路了 你去哪了 你很沒禮貌 老師在這邊等你等半天 我剛迷路了 你全天在吃飯嗎 你剛真的迷路了嗎 對啊 我剛找地點的時候 這邊路彎彎曲曲 我真的找不到這裡 這邊才四五百公尺 你都會迷路 因為山路真的都是 太多小路了 真的 不過一話 我之前去塔塔家 就旁邊說塔塔家 隨便是很容易的步道 那個解說員說 容易 有人塔塔家走了七年 還沒走出來這樣子 我請教 登山到底要帶什麼東西 如果遇到狀況的話 可以自己救自己 有一個所謂的三三三原則 三三三原則 第一個三是什麼 我忘記了 你有名字這種說 濕溫缺水 對 然後糧食這樣子 濕溫一下就走掉了 沒錯 那其實我們如果是在緊急的野外狀況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去做的就是保溫這件事 那時候有人講說這個清便雨衣垃圾袋雨衣 我讓我重複使用 對 這個還是說一定要用這一種 這個我們叫做香菇袋 然後如果出事的時候呢 就把自己這樣套起來 這樣套起來的時候呢 你整個至少那個溫度你就可以保暖 那而且自己也看得到外面的環境 這個其實都是很危急的狀況 第一個三其實是 你要保留體溫 有一個重要就是你要保持身體是乾燥的 我們如果是真的必須在野外過夜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去感覺到就是 身體的第一個失溫的狀態就是 我們會不會發抖 那你怎麼克服失溫這件事情 就是你一開始在準備服裝的時候 你會分第一層層是排汗的 然後第二層層是保暖的 然後第三層層是防水的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談過 我今天帶了很多法寶來的 那個蔡日新給我教的 哈哈哈哈 他說你不要小看這個 任何紫膠袋啊 或是那個繃帶啊 什麼都可以啦 這個如果真的很受傷 當然可以來做止血包紮 如果你進行迷路了 他這個你就是吃一小塊一小塊 沿路貼沿路丟 人家就知道說 這個呢是做記號用的 所以那個救難的人呢 也可以很容易的就找到你 如果你真的進入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開始做記號就是會移動嘛 其實會建議你先停下來 如果說你迷路了的第一件事情 是不要很慌張的繼續 往不知道的方向走 你先做觀察 反而不是說你覺得你迷路了 我趕快做記號趕快做記號 然後你到一個更 更不知道自己更不知道的地方去 這樣子 我如果迷路了 真的確定自己迷路了 不要去找水源 不要往下切 對 不過瞬息這不是違反人性嗎 那其實很多的意外 都是在找水源的時候 你失足 或是其實天黑了 你其實找不到回頭的路 而且人家在找你的時候 幾乎都是在零線的地方 才看得到你 你下切到 其實到溪谷的時候 其實很難被人家發現 三三三 第一個三是失溫三小時 可能就死亡了 第二個三是 失水缺水三天 可能就撐不下去了 第三個三就是糧食 糧食 對 那糧食你要怎麼樣準備 其實我們剛一開始就是說 你還除了要吃的 還有準備不吃的東西 對 其實也不是不吃是 非必要不要吃 非必要不要吃到的這樣 對 在糧食準備呢 會有一些 有一個叫做預備糧的概念 像這種東西 然後我也會準備一點 小朋友最喜歡的零食 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不是拿來騙小孩子的 這是自己最後的時候 對 那個熱量唯一的來源 對 緊急糧要很 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要不容易壞掉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會撐幾天 如果它是一個很容易腐壞的時候 就不能 你就沒有辦法去吃到它 因為我們知道 食溫是最重要 所以我們需要的食物是熱量的部分 對 那最快去轉 去讓我們吃東西得到熱量的食物 就是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對 那碳水化合物就是 包括就是 澱粉類的 或者是 糖 糖 對 會甜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有一些 這樣子是做緊急的 糖果 餅乾 巧克力 對 然後下山之後 犒賞自己把它吃了 對 哈哈哈哈